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在我国的猫,欢迎回来 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理想情况下 我自己的卸妆和护肤的全过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好久没有拍美妆视频了,有点小紧张 这个傻逼是谁 好,那我们首先先和这位小姐姐在一起合个影 她的名字呢,叫做真脸机 我已经给她这里灌好了水 然后后面的插座呢,也已经插好了 接下来呢,就用它去让蒸汽喷到我脸上 然后帮助我去卸妆和打开毛孔 Let's go 我卸妆的时候呢,一直在用这个凡扣他们家的卸妆油 这款卸妆油我用了最起码也已经有个三到四年左右了吧 真的就是非常的好用 我会一边的把它挤在手上,然后涂在脸上去用来卸妆 然后一边的把这个真脸仪打开 嗯,就可以就是,我觉得啊,卸的还蛮干净的 但是之后马上就冲到浴室里面去直接洗澡 然后把刘海全部都给掀了起来 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大脑门 哦啊,这个大脑门就落在了这里 好啦,我准备护肤了 待会再聊,拜拜 这里的表情 我以为我做的事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的 我看你一直在英语 你还不懂 那这种话是成功的 我不是你不懂的 我因为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或许多 你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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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的 我看你不懂的 我最起码是 我看你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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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不懂的 好那我现在洗完澡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这个洗面奶 今天用的是freeplus他们家的这个敏感肌 也可以用的洗面奶 这个的话起泡程度也好 洗完脸之后脸部的那种 就是清爽和不崩的那种 我觉得是我用它还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说呢平常一直都要用它 然后脸上现在敷的面膜呢是这个 lululun他们家的这款白色的面膜 他们家就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系列我都有在用 一般就是拆一盒然后用完 然后再用下一盒 一般不会串着来 因为串着来的话 每一盒都打开了就感觉不太卫生 因为要放一段时间嘛 好然后接着的话我护肤会用到这个 这个呢是一款美容仪 是亚曼他们家的美容仪 一般情况下就是想起来了会用 忘记了就算了 但是今天我们是理想的护肤 所以说必然就会用到它 那我就继续咯 然后我不戴眼镜就跟瞎了一样 所以说我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可是录视频还是要戴上个眼镜 我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看哪里 好了那待会儿见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最近在用的护肤品 首先呢是SK2他们家的一神鲜水 然后呢是SK2他们家的大红瓶的乳 不过现在用的是这种小型的试用妆 接着呢是资生堂他们家的红腰子 这个盖儿不知所踪 接着呢是这几个 然后是唇膏 我护肤的时候基本上会涂一下口 就是这个嘴唇 因为经常觉得嘴唇特别特别的干 然后眼霜用的是资生堂他们家的这支白色的眼霜 然后还有一个poiler他们家的去皱纹的 我打算去去 这个地方 好了那我就继续护肤啦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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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护肤的全部内容 我现在已经舒舒服的躺在床上 翘着二郎腿 虽然你看不到在给大家录这个结尾的动画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请叫给我点个赞 或者上方弹幕下方留言 告诉我我是在岛国的猫 平常是一位日本升学指导老师 同时也是一位不务正业的up主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